我們一個新的戰術 乾脆就把這4000人全部打疫苗就解決掉 所以我們在北農要試一個新的戰術 用打疫苗的方式來圍堵疫情的擴散 中間那一層就是有確診 還有跟確診有接觸的人 原則上我們就給他做快篩 快篩完陰性的 馬上接著就打疫苗 所以我們希望在兩天到三天之內 把這4000人全部打完疫苗 不過還是問一下柏亞 沒有想到特權疫苗還沒有結束 核心今天自己開了一場記者會說到自清 那到底是說清楚了沒有問題 到底出在誰 那另外講到問題出在誰 臺北市居然爆發了這麼嚴重的群聚感染 這個裡面有多少的破口 是到底怎麼形成的 是剛剛講到那個特權疫苗事件 其實說真的 臺北市的特權疫苗 他就是總共牽涉到市府 公佈三個診所 小核心好心肝核重 那大家關心的是好心肝 不過市府倒是一直談核心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逼得今天核心醫院自己出來 他提出了一個東西 其實包括說我們議員原始都沒看過 就是他跟衛生局直言賴對話 在節目上也讓大家看看 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他們剛剛才公佈 所以我們很新鮮立刻拿到的 你可以看到關鍵 這個核心醫院的執行長 有沒有他跟我們衛生局的人員在講的時候 他講說衛生局人拜託他一定要今天 不然我們就慘了 哎 你想奇怪 為什麼衛生局會拜託他們一定要今天把疫苗打掉 不然有什麼好慘 來下一個對話裡面有講到說 市長說今天一定要打完 全部院所都是 這為什麼我特別拿這個出來講 因為呢在這裡跟大家對照一件事情 我手上的這個呢 是臺北市政府正風處去查 這整個好心肝診所 包括核心的包括核重的等等的 這所謂一個調查報告 今天在這裡也揭露給大家看 我們正風處 當然他寫的曖昧啦 不過我們直接把重點栽錄出來 大家看這邊這一段喔 臺北市的特殊 嚴重傳染性肺炎指揮中心 第155次第163次會議決議要在6月9號前 臺北市還剩下的疫苗全部施打完畢 所以有在期限內執行完畢的壓力 有沒有看到 大家知道他6月9號前要打完幾瓶嗎 6月8號開了會 對 6月他說只跟你一天時間要打完660瓶 6600劑的意思 一天之內要打完6000多劑 對 去哪摳人啊 以那個時候的背景 所以你就知道說為什麼 這些衛生局的股長也好 科長也好 他們其實臺北市公務員數值蠻高的 但為什麼他們頭腦會如此不清楚 就是說 還把100坪直接給好心肝 都不問他說有誰打 關鍵就在這裡 6月8號的那場會議 那場會議的主席是誰呢 跟大家報告 我們臺北市的指揮官柯文哲 所以其實今天整個特權疫苗的事情 演變至今 我會認為說臺北市政府 你的指揮層級有一個政治責任在 你為什麼要下一個這麼不合理的指令 讓你的股長 他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他是找上這些診所 你要多少我給你 你要多少我給你 那今天核心公佈的對話裡面喔 你看他在這個陸陸續續的對話裡面 他都有跟我們臺北市政府股長 至少他還有什麼 至少他還有報告說 我的哪一家分院打了幾罐對不對 然後我的名冊裡面喔 有誰他有陸陸續續會傳給我們衛生局 核心是做到這樣 可是好心肝沒有嘛 所以他衍生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對不對 所以我們臺北市政府其實說實在 我們很多時候講做事要反求租給啊 當今天你高層的決策有問題 導致基層苦不堪言 大家知道嗎 我們做這個承辦的鼓掌啊 他現在整個人已經崩潰了 因為他自從疫情進入三級警戒開始 他每天加班 每天加班做到沒味沒力 然後呢 因為市長下令一天要打完六百六十瓶 他去處理嘛 處理什麼市長的指令嘛 出事了之後市長說股長去陣風調查 對啊 所以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們臺北市確實現在基層陷入有問題 大家手綁起來 反正多做多錯 不做不錯 韓星啊 為什麼今天我們看到北農 跟士林長道機構有這個問題 一樣 我們整個的指揮大亂的時候 反應非常的歸宿 來 北農群聚案 大家今天看到的發展是什麼 到二十號的晚上已經有四十五個人 對已經有四十五個人 那這四十五個人什麼時候傳的呢 不是昨天不是前天不是大前天哦 我這裡整理了一個表 前十八號病人給大家看 第一號病人5月20號的時候就出現了 5月20號就出現了 5月20號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5月20號就出現了 接下來5月21 22 陸陸續續都有人染疫 一直到5月26一整個星期 在我們臺北市的第一市場 都有人染疫 接下來有沒有停止沒有 一路傳到二十六到五月底 五月三十之後呢蔓延到六月 而且不只是說這邊蔓延到六月 還跑到第二市場去 那現在呢陸陸續續連環南市場 都有人染疫的消息出現了 那你去看過去一年半 我們看了這麼多中央的記者會 每天每天看 一個基本常識 二十號出現第一個的時候 你應該做什麼 是不是把二十號出現第一個案例的這些人 這個拍賣員 他的接觸者全部匡列出來 匡列圍堵啊 接觸者匡列出來之後 怎麼樣就不要來上班了 對不對 在家隔離了對不對 然後要怎麼樣篩檢 可是你看陸陸續續所有的這些 從拍賣員一直到住警隊包裝採包裝的領班 雇員這些人一路喘 因為我們呢 在這個時候呢 整個的疫調匡列 凌亂七八糟了 長期看我們節目觀眾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們一再講 臺北市防疫最大的問題 就是疫調匡列不確實 篩檢不確實 另外今天在講這個長照的 長照的更是讓人痛心 為什麼 今天爆出來對不對 對 他的鄰居說上禮拜四看到有救護車 那里長跳出來說 六月四號有人不舒服 當時沒人講 後來這件事情才曝光對不對 那當然啦 你說長照機構有人不舒服 好像不是什麼太異常的事情 因為偶爾有這種老人家身體對不對 但是我所掌握到資訊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六月七號的時候 早在六月七號的時候 已經有一位在這個長照裡面 他本身因為他有洗腎的 那當時他有不舒服了 所以長照機構立刻把他送醫 而且做採檢 採檢出來隔天六月八號發現PCR是陽性 已經立刻通報衛生局 六月八號衛生局就知道了 各位你知道六月八號衛生局通報之後 你每天看CDC的記者會 你都知道那應該六月九號對不對 就應該要進駐把所有的造福員跟所有的老人家 全部篩檢一輪有沒有 六月九號的時候 這個長照中心的院長跟衛生局說 他想要把他全院做個篩檢 結果衛生局跟他說 好啊做PCR一個人要六千塊 這個院長說哇我全院九十個人 你跟我說一個人要六千塊 說這個現金我沒辦法 一下子拿出來啊 這時候怎麼辦呢 一個人要六千塊 這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我是衛生局的話 我一定跟你說沒關係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臺北市的善款已經募到三億多了 人命關天的事情 我先幫你篩了 錢這件事情我們後面再談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合理啊 結果實際上到六月十二號的時候 市府才找星光醫院來幫他們做 九號十號十一號到十二號再做 隔了這麼多天 中間才會發生 你看到最後的結果 現在已經發展到四十七染疫 而且三位往生了 所以你說六月七號發病 六月八號就通知衛生局 卻要拖到十二號才去做篩檢 那我們臺北市政府今天還說 我們長照機構隱匿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中間有很多吊詭的地方 你六月八號就收到通報 你怎麼說人家隱匿呢 所以他們很不滿啊 說我六月八號就跟你通報了 所以以這個來講的話 你看這個長照機構 我們大家都知道 去年看了這麼多外國的疫情 長照機構就是重中之重 因為你一旦傳進去了 災情絕對慘重 所以任何一個正常的狀態之下 你只要長照街道一個通報 你應該就要立刻去疏散 他的其他的院民嘛 對就像過去 我們有布陶 有其他事件的時候 你要進駐 把他移出慢慢移出 然後篩檢清零 但是我們臺北市政府 卻讓這些長照機構裡面的長者 他是陷入一個無助 還要一直打電話 跟明代講跟媒體講 竟然還要對外爆料才行 我們也一直很努力的 去跟衛生局說 你要篩檢 你要匡列 你要篩檢 你要匡列 可是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市政府的動作 就是事情爆開 長照也隱匿 北農也隱匿 我們臺北市政府是全臺灣首善之都 最多資源的 而且所有全國的愛心 已經進到你的專戶裡面三億多 那你這個北農的拖延 還有這個長照機構 這樣子的拖延 其實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人命關天的事情 在這樣現在爆出來的時候 我是認為啦 我是建議中央比照晶圓電子 比照晶圓電子來到我們的北農 來到我們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去做過去一年半以來 一直都在做這種篩檢 匡列隔離篩檢 匡列隔離這樣子下來的時候 我們的隱形傳播鏈才有可能斬斷 那臺北市政府也不要講一些空話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種的證據 還有包括說 你想要轉移交點 找小核心來打這些口水戰 其實都不必要 因為現在全國民眾真正最關心的 就是隱形傳播鏈 能不能夠在社區阻斷 這一定要靠疫調匡列隔離